又來到我們專題環節創業容易 今天其實好像很開心 因為有幾個女生一起聊 Yoye 今天帶一位女嘉賓來 我覺得挺好 女生做女生生意會否真的特別容易 我介紹一下 在我身邊就是Telisa的創辦人Theresa 今天也會談談你做清酒的這盤生意 對 但之前也要提醒大家 因為清酒酒類飲品 只適合成年人去享用 不過現在說到市場究竟大不大 都要問問Theresa的意見 對 其實Theresa本身做智能家居 做得很好 為什麼會去做清酒 其實本身這是我的興趣 一直都很喜歡日本的文化 都很喜歡喝清酒 直到我去到日本 剛巧認識到一個當地的清酒廠的老闆 機緣巧合就設成了這件事 然後她又覺得我的想法挺好 做一種清酒給女生喝 然後就開始做我這個品牌 但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疑問在這裡 就是為什麼一定是選擇女性市場 會不會覺得自己有個優勢 就是我是女生 我當然明白她們在想什麼 是否真的因為這樣就想做一個專屬 還是因為你覺得市場上沒有人滿足得到你 所以你需要做一些東西給自己 我覺得兩個原因都有 一來我覺得我是女生會明白女生喜歡什麼 第二個的確市場是沒有 很少有一個女性品牌的清酒 我亦都見到 我很喜歡一些包裝很漂亮的 但我外面又見到很少一些包裝很漂亮的清酒 所以這個令到我引發了我一個好奇心 很想去開發這件事 其實我知道你做清酒 今次由選米甚至整個過程 你都參與了很多 其實怎樣開始 你一拍即合 但你談得怎樣開始做到的成品出來呢 其實我不只是自己想的 整個團隊 我也找了一些本地 一些很年輕的女生的設計師 跟我一起想這個品牌 當然清酒的老闆她是負責做這些清酒 她都要知道我們的心態是怎樣 其實我在做這個清酒之前 其實我也去了四、五次 直至我們覺得 其實清酒 不只是貼個牌的清酒那麼簡單 所以我就真的去了日本種米 而種的米最後用來種我的清酒 整個過程其實很有趣 因為我都沒有試過這麼辛苦去種米 原來每天都辛苦 所以現在一點都不會浪費 就是一滴都不可以浪費 一滴都不可以浪費 不過其實過程你說是很辛苦 你覺得辛苦在甚麼 因為我在想會不會跟文化上有關呢 始終可能以前清酒的市場 男性為主導 可能他們接觸開的都會是男性比較多 突然之間有個女性要做一個 只是給女生用的產品 這個可能都已經是一個考驗 第二就是會不會作為一個香港人 想去日本開一個牌子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不會說 日本通常很多東西都很嚴謹 會不會在這些步驟處理的手法上 其實都會有些挑戰 我想首先因為我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這件事可能真的打動到他在幫我 第二就是他覺得整個日本都沒有這件事 他覺得也是一個挺好的契機 還有本身這個產品其實都有老年化的跡象 在日本 我跟他說除了女性之外 我還是想打年輕人的市場 這件事他就覺得你願意跟我一起做 反而他又調回他 他又多謝我 他又接受的 他又多謝我 還有我是幫他打開一個國際的市場 因為我不是買回日本的 我是香港是我第一個市場 我也希望可以在其他城市之後 可以繼續賣我的青酒 其實我也知道 本身你也帶了很多新思維給他 今次做了這個品牌 那香港為什麼會是你第一個選擇會做的市場 第一我自己會比較了解香港的女生喜歡些什麼 第二香港也是其中一個入得最多青酒的城市 這個也是我看中了 其實都有這個市場 起碼也要有人肯賣 我們才會開發這個市場 這個香港是第一個 還有我覺得周邊有些城市我很想做 譬如新加坡或者紐約 我覺得香港可以做一個模特兒 如果這個成功了 其實在其他城市繼續去做 所以我去補充這個模特兒應該也不會太難 暫時你這一盤生意就像個嬰兒一樣 還在一個成長的階段 真是新鮮滾熱辣的一盤生意 有沒有說在短短的一段時間當中 你已經開始感覺到 原來做這盤生意 沒有之前想的那麼容易 其實我一開始都知道不容易 因為我不是第一次做生意 我都知道一定會有一些東西 是你未接觸過 你會覺得陌生 也可能沒有人想到解決方法 我幸好就是 因為我做這個清酒 其實身邊有很多年輕的同伴 和我一起行 智囊團 智囊團和我一起行 每一次有些什麼問題 其實都是一起去解決的 這件事都很開心 因為如果不是因為我開發這個生意 其實我都不會認識到他們 都不會和他們一起合作 其實香港現在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日本酒和清酒都會進口 在雲雲這麼多品牌之中 其實你如何突圍而出 首先我想以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去做這個酒應該已經很特別了 第二就是依依一個女性的角度去設計 因為大部分的清酒都是一些歷史很悠久的 如果你要它 可能是媽媽或者爺爺傳下來的品牌 你不可能將它完全改變 我想他們就有這個位 他們未必突破到 但我就是一個全新的角度去想 這些清酒可以怎樣做 味道應該可以怎樣 去迎合現在年輕人的市場 我就可以突破到這個框框 你說到年輕人市場的話 其實另一方面就是想一下市場推廣 怎樣年輕化 以前可能比較上直接的 就覺得都是靠口碑 可能大家這隻已經是王者最好的 那就是賣 現在有沒有一些什麼的新思維 都是體現得到的 現在我們清酒主要是網上賣的 第一年輕人都很少出街賣東西 都是網上消費為主 第二就是我想做很多體驗性的事 就是你試了覺得好 然後你會推介給其他人 還有大家都需要很多新的元素 就是不可以做了一個品牌 然後可能我十年都要走這個品牌 我想我會做完這個品牌之後 都會想很多新的 第一隻我們叫做Honey 那我下年就會有另一隻酒出現 但是品牌也是我的品牌 其實你也放了一些元素 希望年輕人可以更加接受 比如當中開始去試你品牌的朋友 或者比例上是第一次喝的 有多少 還有喝的其實是喝開 突然間也會轉飲你的品牌 其實我們也做了一些 就是statistic 其實現在跟我買清酒的人 其實可能有大概40% 是從來沒有喝過清酒的 即是他也是新嘗試的 他是新嘗試 因為他覺得包裝很漂亮 那他就新嘗試 還有我是做了很多 真的告訴他 其實這個酒是怎樣做 一步一步的故事是怎樣出來 然後他覺得故事很吸引 然後想試這隻酒 但其實在品牌上 已經是一個新品牌 一個新產品 再打入一個叫做新的市場 幾樣東西都這麼新的時候 其實你覺得 有沒有一些阻力位呢 會不會說其實都是要碰過 啟發究竟下一次的產品可以怎樣做得更加好 其實現在的過程大概是半年一年左右的時間 有沒有想想之後的計劃又怎樣做 可以令到品牌更多人認識 當然推廣要再努力做推廣 還有我現在都想收到很多不同的意見 即是我的客人意見 或者我身邊的女性朋友的意見 我很想將他們的意見都可以變成我未來的市場策略之一 就不是我想出來的 是我身邊的朋友想出來的 其實是要靠很多朋友的助力才可以走第二步 不過我想知道實際上的第二步 現在暫時是一個網上的銷售為主 但會不會都有想過 傳統雖然實體店少了生意 但你說體驗最直接的可能是去超級市場 有否想過一些上架的程序 還是覺得這些傳統的東西都未必適合你這個新品牌 可能上架是有機會最後一步 但我很想在上架之前 因為這班客戶我現在看到 其實他們都不是平常會去賣清酒的客戶 我很想想想一些不同的渠道是適合他們的 再開發更多一些新的客戶出來 因為我不是想做其他品牌的比賽 我只是想開發一個新的品牌 開發一個新的客戶 不過其實如果說到 剛才都是很多第一次試的人 都會去試的時候 其實你是在找一個新市場 就不是已經是現有的跟別人競爭 對 如果說到新市場的話 譬如Yoy和Apple都很想學你 我們又想做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產品出來 甚至乎都是在這個市場當中想試一下 你覺得有什麼必需條件 或者有什麼門檻 是不是我們首先要像你這樣 認識了一個日本人才有機會 還有認識說日文 我覺得每一個行業 如果從零開始都應該會遇到很多困難 所以首先你真的要很喜歡那件事 很喜歡那個行業 你簡直可以感到你身邊的人 都會令到他們都很喜歡這件事 他們會和你一起走 我覺得興趣是第一位 第二就是你有沒有堅持的心 創業我都覺得堅持是很重要的 但有沒有一些門檻 因為其實你說真的要做一批產品出來 其實譬如如果是其他的產品 可能做件衣服 你都要答應別人有一定的量 你怎樣有信心 就是第一次就會知道自己 我真的賣得出這批貨 為什麼其實已經是自己心裡有個打算 就算賣不出 全部都是我要 竟然我這麼喜歡 那我又喝不到這麼多 全部都有計算過 計算過 就是自己是否真的能夠提出 第一步這個資金出來 會不會做到這個回報 每一個月都會做一些評論 究竟是否一直這樣走 可能是有利益回來 一定要堅持得到 你才會做 但初步來看數目是能夠計算的 暫時來說收資已經平衡了 對 放心 挺厲害的 說真的這麼短時間裏面 做到收資平衡 其實我想是會不會關於最初 你選擇策略的時候 可能都會小批量試一下 是否真的看反應好不好 再想下一步 小批量 我想最貴的都是租金 所以如果我沒有門市 我都要有一個地方 裝到這些清酒 還有要有一個適合的溫度 那數目是最大的 那數目如果我遇到 其實基本上這門生意很安全 今天就是聽到 Theresa跟我們說一下 怎樣可以走進這個女性的市場 雖然大家看下去 就是獨特性很高 好像很難入行 但其實只要堅持就會有機會做到 謝謝Theresa的分享 下集我們會繼續請你不同的嘉賓 一起和我們分享其他的創業故事 繼續留意著我們創業容易的環節